大家晚安 我要感谢全体国人对于民主价值的坚持 因为在民主政治之中 人民的感受以及鞭策 永远是国家进步的原动力 政府做的不好的地方 一定要虚心的 诚恳的 加以检讨 一话也要利用这个机会 感谢过去多年来 所有支持一话 鼓励一话的公务同仁 和国人同胞 而对于所有批评一话 以及行政团队的声音 我也是同样的感激 台湾的民主制度 将能够更加成熟 也能够更加得到世界各国的肯定 最后 请同一话 以身身一鞠躬 表达我对大家的诚挚谢意 并且敬祝大家 健康 平安 大家晚安 我感谢全体国人 对于民主价值的坚持 因为在民主政治之中 人民的感受以及鞭策 永远是国家进步的原动力 政府做的不好的地方 一定要虚心的 诚恳的 加以检讨 一话也要利用这个机会 感谢过去多年来 所有支持一话 鼓励一话的公务同仁 和国人同胞 而对于所有批评一话 以及行政团队的声音 我也是同样的感激 台湾的民主制度 将能够更加成熟 也能够更加得到世界各国的肯定 最后 请同一话 以身身一鞠躬 表达我对大家的诚挚谢意 并且敬祝大家 健康 平安 大家晚安 我要感谢全体国人 对于民主价值的坚持 因为在民主政治之中 人民的感受以及鞭策 永远是国家进步的原动力 政府做的不好的地方 一定要虚心的 诚恳的 加以检讨 一话也要利用这个机会 感谢过去多年来 所有支持一话 鼓励一话的公务同仁 和国人同胞 而对于所有批评一话 以及行政团队的声音 我也是同样的感激 台湾的民主制度 将能够更加成熟 也能够更加得到世界各国的肯定 最后 请同一话 以身身一鞠躬 表达我对大家的诚挚谢意 并且敬祝大家健康 平安 大家晚安 我要感谢全体国人 对于民主价值的坚持 因为在民主政治之中 人民的感受以及鞭策 永远是国家进步的原动力 政府做的不好的地方 一定要虚心地 诚恳地加以检讨 一话也要利用这个机会 感谢过去多年来 所有支持一话 鼓励一话 的公务同仁和国人同胞 而对于所有批评一话 以及行政团队的声音 我也是同样的感激 所以台湾的民主制度 将能够更加成熟 也能够更加得到世界各国的肯定 最后 请同一话 以身身一鞠躬 表达我对大家的诚挚谢意 并且敬祝大家健康